好,我们继续 要知一切法视线为时间的延续相 而使自信不可得 仅能从相依相待的世俗观去了解它 视线两个字,叫好像 所以这个如幻的缘起视线 而其实要求其自信是不可得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相依相待的 这种世俗的见地去了解它 心与静是相应的 而且是自视它是辗转相知的 这里也有一个重点 我们心,心灵的作用跟外面的境界 也一样是相依相缘的 也是相应的 所以自视它是辗转相知的 既然是这样子 寒小,寒也小,寒大,寒也大 这都是什么,都条件的因缘 是吧 辗转相知的 是相应的 所以认识到哪里,那里即是一切 后面这几句话 是导师他真正的心得 我们要去体会 如果是这样子 一切的是相依相待的 而且是辗转相知的 包括我们心与静 也是要这样相依相缘的 如果是这样子 你认识到哪里 那里就是一切 观察到前后到哪里 那里就是始终 这句话很重要 这个就能打破自性见了 这样知道意思吧 原起法依明言而成立 但并不是由此而落入为心 导师真的是语意深长 他点醒我们 对,原起法是依明言 假名思设的 一样而成立的 但并不是因为 跟心灵有关系就落入为心 这一点我们要注意 因为佛法谈为心的太多了 知道吧 一切法能为心吗 万法都是心生的吗 没有万法心能生吗 心跟法是相依相缘的 要知道 没有外在的一切法 心能生 生什么 所以下面还要说 老师会把这个问题点出来 不因为自性见的居爱 非求出时间的始终不可 同样的道理 如果是这样子 一切万法的始有 自性要找到一个第一因 同样的是怎么样 不要被这个自性见居爱 不要找出第一因不可 同样的道理 无论是执着有始 或推求不到原始而执着无始 多是邪见 这里太重要了 我们讲无始以来 所以我们说 佛法说无始啊 就没有啊 没有一个开始啊 没有无始嘛 就会执着在无始 其实无始跟有始是不是相对的存在 一样的道理 所以如果执着在有始 只有执着在有嘛 始有嘛 执着无始 执着在始无嘛 这个都是邪见 还是两边的邪见 佛法只是 既现实而如始 知之而已 这句话永远要记得 画起来 你们以为佛法很虚很玄很玄妙吗 我告诉你 导师这句话最如始 不离开我们现实的一切 当下的身心 如实之之而已 怎么样如实之之 所以我常常讲 我们要从外太空回到人间来 从人间回到身心来 然后回到这里来干什么 如实之之而已 怎么样如实之之 你了解自己吗 你认识自己吗 你认识这个生命的功能作用吗 从来不认识啊 今天会无名 会颠倒 会执着 就是从来不认识啊 回到这个现实的身心来 去了解他 认识他 把他的真相 体会了解了 那个叫建法 那个叫悟道 生命的真相 生命的实相 你理解了 只是如实之之而已 所以我们如实之之以后 就不会被我们过去的自信心 并起了颠倒 以为那个就是 了解了真相 破除了我自信心 破除了无名 你就能了解生命的真相 如实的了解而已 所以我们要了解他 要如实的去观察 要如实的知知 如实的显现 如实的超越 都用如实两个字 知道意思吗 不然我们用如实观察 干什么 不是选想的 不是推论的 不是意境变化的 不是心灵起的幻象的 那些推想理论的 都不是 只是生命如实的展现 去如实了解他的真相而已 在哪里起无名的 为什么会起无名 无名后起了石油感 这石油感叫自信件 自信件在里面 产生了什么功能 什么作用 我们在这里贪生之执着 我慢我直都来了 照业无边来了 这都要发现他的实相 所以真正的修行 要到哪里 到现实的生命中来 如实知知而已 如实观照 就是要达到如实知知了 知道吗 凡是缘起的存在 必有时间相 有时间相 才是缘起的存在 那这样子的话 从缘起来认识一切法 认识我们的生命 也认识生命的无常变化 产生的时间相 多了解 多清楚 既不会对时间相执着 也不会对万法执着 而且它必然是如此展现的 所以不是在否定一切法 注意听 是在否定对一切法的实有感跟执着 超越的是这个 这个地方大家要用心听 我们不是在否定一切缘起的万法 注意听 缘起的万法本来就是幻现 它刹那不住 生命无常 本来就是这样子 你否定它干什么 要否定的是这些中间 我们起的自信件时有感 起的贪爱执着 知道意思吗 这个才是相续生死不断的因缘 不是在否定一切法 一切法你不用否定 它避归一灭 否定它干什么 而是否定的是这种自信件 产生的直取贪爱 它后面的相续作用才不断 所以这里一定要明白 所以说凡是缘起的存在 一定有时间像 其实因为有时间像 它才是缘起的存在 现在很多人要落入 没有时空的一种观念 那请问 那还是缘起的存在吗 那就会落入长一长一时 自信件的存在 知道意思吧 所以我一直强调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看到水在流动 可以体会它的无常 还是在水不动 你能体正它的无常 不动中就以为是自信了 知道吗 我在那里不动 不变 非常清静自在 那个就是常 那个就是我 请问这样的体会 真的能开悟吗 我常常在点这个 你们要用心听 凡是缘起的必有时间像 有时间像才是缘起的存在 那是不是在火定时间 在火定一切法 火定一切现象 不是啊 是要叫你这里理执着 你自信的执着 所以时间是缘起的 是如幻的 以事是世俗不无的 注意听 什么叫不无 它是一定如此的 它展现出来的现象 就是这样子 各位我们修行 到底在修什么 修掉那个自信值 贪欲执着 还是修掉一切行为都不要 一切生活都不要 生命的功能都不要 六根触六层会产生问题 所以六根不要触六层 是这样叫修行吗 还是把六根触六层产生的直取 那个直取的原因让它消除 在六根触六层大展现自在无碍 最后一个主题 所以我会强调 会大声 你们不要奇怪 不讲快没机会 但若作为时有性而追求时间的 终究极于始终 那就完全错了 所以各位要记得 今天我们学法要解脱 解脱于什么 贪 诚 诚 烦恼 知道意思吗 目标不要偏离 不是在解脱一切万法都不要 吃也不要 眼睛也不要 看耳朵也不要听 什么都不要 那做木头啊 木头就解脱了 这个桌子就解脱了 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一直强调 真正的解脱是什么 百花从里过 片叶不战身 记得吗 存在法是如幻的 为其幻现实在相 所以每被人们设想它的 内在真实自性即本体 以这一点不理解 我们都倾向于它的实在感 它的如幻性 我们不能理解 好 一切是假的 那内在总有一个实在的 还是不理这个自性见的实有感 所以呢 以为内在有一个真实的自性 就是我们的本体 导师一再再点出这个 那我们认为本体论的对不对 注意听哦 佛法不是本体论 不是形容上的实在论 它只是原起论 这样知道意思吗 真的哦 就在这一点上 我们福地址都没有几个人搞清楚的 博士在寻找自性 就是落入本体的实在论 不然就等死后到哪里去 都在究这个 哪里是在探套生命的真相呢 但时间的幻象不同 时间是倾向两端开展的 也既是前后延续的 虽然债前的 也有被看成债后的 债后的 也有被看成债前的 常是错乱的 但在个人的认识上 它的前后延续项是极为分明的 不能倒乱的 因此啊 无论是把时间看成直线的 或者是曲线的 或者是螺旋形的 这都是依法的活动样式 而想象如此的时间 但同样的露出 向前一向后的延续项 而成为时间的矛盾所在 所以导师在解释这个 多清楚啊 你以为是 时间是前后延续的 所以一直线的 或是曲折的 上上下下变化 或是螺旋形的 一直这样 这样螺旋形 他说这个是什么样 依法的活动 人间的万法 它迁流变化的活动 无常性 而这个活动的变化 把它想象为如此的时间 但是这个有一个共同的倾向 就是什么 都是从向前到向后 有一种延续的相似 就是因为这个才产生矛盾的 佛物缘取的虚妄无实 说缘取如缓之无端 即形容 谁向两面看 多有前后可循 而到底是始终不可得 注意啊 这个地方就是缘取法 最重要的一个点 一定要明白的地方 佛陀悟到了 缘取法它的如幻 所以说虚幻如实啊 所以说缘取是如缓之无端 就像一个缘缓一样 像我们那个时钟一样 从十二一 又转一圈 又回到一 又到十二 就这样不停地一直转 像缘缓的无端 就是没有一个开始 它就继续这样不停地 如缓之无端 所以这种缓的无端 你可以往两边去看 有没有前 有 有没有后 有 但是能不能找到始钟 没有始钟 看起来有前后 但找不到第一个点 或结束的点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没有始钟 有没有前后 有啊 看起来就有前后 但是没有始钟 为什么 慢慢去体会 缘取法在谈什么 我们有生命的相续 对不对 这一生 好 过去生没有看到 这一生看到了 从小到大 到老 到死 是不是有前后相续相 可以感受到有前后的相续相 但是能不能找到始钟 你怎么来的 你看得到吗 最后死了到哪里去 你看得到吗 没有 到底始终不可得 所以这个要慢慢去体会 佛法为什么一定要讲缘起法 为什么不讲第一音 为什么不讲本体论 为什么不讲死形而上的时代论 要去体会 不谈为心 也不谈为物 谈缘起 今天缘起两个字的重要 我一直形容 佛法仪式不共 就在缘起两个字的奥妙 它能相生相续 流转生灭 是吧 它又能回归 极灭法性 缘起何其生奥 这个就是我们要下功夫的地方 佛法仪式不共的特质 就要在这里缘起两个字中去把握 不然你自己已经落入外道的自信件 你还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受用 不能解脱 因为连法的根本厘清都没有 表面我们是佛弟子 我是虔诚的佛弟子 我信三宝 我多么用功 我多么的发心 但是请问 根本之间没有厘清 请问跟外道合一 谈受用 怎么去谈受用 可悲的是 我们现在已经不谈受用了 知道吗 佛法的伟大就在受用 今天不谈受用了 请问佛法必须沦落于何地 又在吼了 但是一定要注意 从时间的前后幻象看 诸法的身柱灭 有情的身老死 气阶段的身体 气阶的沉住坏 多是有前后相 一切在如此的 一切在如此的周而复始的无限演变着 不说是玄形的 而说是如环的 问题在事有始终而始终不可得 这几句话听懂 事有始终而始终不可得 并不是说后起的 即是前则的再现 所以不一一不一 要注意听 这几句话 我希望我们用功的人要把握 要深思 导师这几句话多么重要 事有始终而始终不可得 但是并不是说后起则即是前则的再现 这要用心 要体会 才知道缘起的奥妙 不然你一定会着在 一或意 知道意思吗 诸行无常 遂一切不失 而一切是心心不住的流行 不是过去的复活 注意听 这一句话何其重要 无常 诸行在迁流是无常 但是一切是不是会失去 不会 他就是这样一直在迁流 他有相续相 但是这一句话很重要 心心不住的流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怀旧 是不是 我过去如何如何 我思念过去 我怀念过去 而不知道生命无常就在谈什么 他说撒那生命 其实何不忘 不是 撒那撒那生生 知道意思吗 我们只知道灭灭 而不知道生生 如果知道缘起的 是如此的 你执着过去有用吗 该把握的是什么 每个当下的生生 知道意思吗 我们现在都不是 执着在过去 非要如何不可 我过去这样 我就一定要这样 我的认为是这样 所以我永远要这样子 而不知道 每一撒那都是新的 我们该把握的是 每一撒那新的因缘 还是怀念过去 执着在过去 把着不放 过去再怎么样 它都会过去 但是每一个当下 是不是该在这里去体会 在这里去超越 在这里去把握 与其每天在那边 哀气叹声的 哀声叹气的 想着过去的 种种不好的因缘 何不充满希望的 把握每个当下 穿造新的因缘 你如何把握 生命的真正功能跟意义呢 还是在怀旧 怨 叹气 有用吗 注意听啊 这个地方 真的我们能够体会 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 所以从无常法则就知道 一切是心心不住的 不是一直在过去的复活 要注意听 是超越过去的 从如环无端的任何一点去看 都是前后延续的 所以成住坏 生老死 生住灭 乃至说 贞结 进步的时代 到简洁或没落的时代 这都不过是 一切存在着在 环形无前后中的 前后变动不息 这是看透了 但是我们几个人明白呢 我们不是怀念过去就寄望未来 对不对 世间的漫长 人命的短处 幻象的深测 使我们不能知其如幻 不能势如其量的去了解它 因而引起了不少的导见 各位 问题就在这里 不懂缘起 不懂幻化的深测 不能 势如其量的去了解它 就是不能如实之之 这才是出了问题 什么是导见 斜见 颠倒执着 我慢我执 都是 石油感 都是 你看导师 用时间的一个观念来解释 是不是把我们很多 自身内在的问题都衬托出来 看起来它在讲时间 其实它是不是一直在点醒我们 我们今天问题出在哪里 还是一个石油感 自性剑在作祟 跟时间的相应 就是这样 我们是不是希望永远存在 今生没办法 死后到一个极乐的地方去 请问这个是什么剑 所以 我们只是因为不能理解这些 虚幻无常 幻法的真相 不能如实的去理解 更不能如实我们生命的功能作用 也是在无常展现中 我们起的石油感性执着 知道身心的如幻 但是总是希望背后有一个实在的 这些是什么 都在谈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当下执着的真相 所以我们今天修行 要在哪里下手 今天不建立缘起政见 不依佛法的所物为物 我们怎么修行 我们现在不是在谈 释迦摩尼佛谈的缘起 我们怎么谈信仰 等救度 哪里是这个 好 回到这里来 笑一笑 太严肃了 好 再看下一个主题 空 这里的空是讲空间的空 不是我们讲性空的空 注意听 这是我们从世俗的一个现象来说 有存在的一切 然后落入时间相 然后一个空间相 是吧 好 这里讲的空 就是讲空间 所遭遇的困难 与时间差不多 对于时间的难以理解 对于空间的难以理解 是一样的困难 印度的外道 把空也看成实体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讲的空的实有化 他们将空与地水火风 合成为五大 我们讲四大 五大的话 就是地水火风空 加上一个空 这个空是空间的空 认识五大 是组成宇宙万象的五种元素 这代佛法少有这种见解 我们讲五蕴 讲色法 色法它的条件就是地水火风 这个只是在讲五蕴的条件 组合成五蕴的条件 但是外道 把地水火风空 他认为这是五种元素 五雄根本的一个元素 来组合的 那地水火风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的实质现象跟作用 把它当作一种元素 这个还前有可原 但是把空也当成一种元素 这是外道的看法 所以我们在佛法中 是没有这种见解 所以注意 我们现在要谈到 条件的组合 缘起在谈什么 凡为一法的条件 还必是什么 缘起的 这一点一定要记得 它就不是第一元素 但是它这个外道讲的 地水火风 认为它是元素 是组成万法的元素 但是佛法讲地水火风 是组成一切万法的元素吗 不是哦 是地水火风还是元起的 这样知道意思吗 它不是第一原理 也不是第一元素 地还有组合的条件 水 有它组合的条件 这样知道意思吗 地水火风 都还是要条件的组合 所以元起的条件 本身还是元起的 这个才是佛法的特质哦 不然会跟外道一样的 把这个就当为一切法的元素了 时间啊 换现为延续项 现为从未来到现在 从现在到过去 或是从过去到现在 从现在到未来的息息流变 虚空既不然 前面讲的时间项 是有三式的相依相远 但是虚空就不一样哦 虚空的幻象 似乎是拥抱了一切 如气泥一样的寒容的一切 一切的事物都在 无限扩展的空间中活动 那么前面时间是前后延续项 有三式的相差异 但是时间跟空间的不同在哪里 因为空间啊 也是一种幻象 好像这个空间拥抱一切 我们一切万法都被空间包围 所以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好像一个容器一样 一切的东西都在这里进进出出的 展现出这个容器的宽广 所以或以虚空为比喻 而称虚空障虚空气 或者是一切法如虚空都在讲这个 即使在讲法性 无助 无实 这都是形容 中论观六种品 不许虚空是如此的 注意听哦 我们从中观中论的立场 虚空的定位不是这样子的 跟外道是不一样的 一 不许履存在的设法 虚空依色相而限起 简单的讲 这个虚空相还是 相对缘起存在 这样知道意思吗 如果离开一切设法 虚空如何显现出来 心以色相为缘起 虚空相也以心有关 所以说 因色固有无色处 无色处明虚空相 这个是在中论里面讲的 比如说 一个虚空 如果什么东西都不存在 你怎么知道它叫虚空 好 如果这个中有一个地球 浮在虚空中 因为有这个地球 旁边就显出空 这样知道意思吗 好 像前面这个地方 我们讲虚空 如果没有相对的存在 你看不出 如果我现在把手指这样子 这个是不是显出一个虚空 因为有这个手 这个地方看到了虚空 这个虚空很小 是不是 那么大的就很大 但是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显出一个虚空来 因物 因色 而显出虚空 这样知道意思吗 这个还是相对的存在 这个比喻如果懂 那么虚空跟地球的关需 宇宙跟星球的关需 就一样的道理 这样知道意思吗 因物而显出空 它是相依相缘的存在 这既是说 空向是不理存在而幻现的 如有物在此 等到此物坏而归入空向即现 同样的道理 这个木板是有碍的 你如果把它挖一个洞 它是不是也显出一个空向来 东西坏了 消失了 也显出空向来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 这个是相依相待的存在 不是有实体永恒不变的虚空 又如物一物相待 只有虚空的间距 比如说我这里 到你们各位那里 因为有你的那个位置 存在的事 跟我这里位置存在的事 中间就显出间距 距离 这个也是空间 这样知道意思吗 又如身体色的运动 感到无色为爱 色是有爱相的虚空 所以理色而有的绝对谱 偏无相的虚空体是没有的 所以这些空向跟色向 即使都是相待的存在就对了 理开色就没有真正永远不变的虚空向 第二不许虚空是什么都没有 好 那即使相待的存在 那这个虚空标识什么都没有 一般来讲 物质就是有 虚空就是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我们直接有这样的观念 所以这里就告诉你 以中观论的一个立场 虚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不能用这样的观念来定论 空是缘起幻象而含荣无碍的特性 注意听 缘起的幻象产生的 一定有什么 相对的 它的无碍性就是展现出来 它能包容 能含荣的这个无碍性就现出来 第三 不许空是属于知责心事的什么 这就怕唯心思想 西洋哲学就有把空间看成 主观现在的格式 细持主观上本有的空间格式 这才是凡所认识到的 没有不具体空间相 这个就在点我们 不要落到违心的思想圈 空不许 空是属于知责心事的什么 这个不是认识论 或者是唯心论 而产生的也不是 所以依宗论的见地 若是无有有云和当有无 有无既无知 有无则水 中文就有这样一个寄宋 没有有 什么叫无 因为有有 有消失了才叫无 没有有 无就不能成立 这个是什么 还是相对的存在 好 有无都知道它的如幻非识 有无都不能成立 那还有一个知道 有无的是谁 这个就是说 虚空是不理设法 而使有别体 虚空不是理设法 而有使别体 既不理设向 虚空也就不能 不是什么都没有 这句话比较难理解 但是我们要用心深思 虚空是不理设法 而虚空不是理设法 使有别体 好 这个是第一个论点 好 既然不理设向 那虚空就不是什么都没有 这句话要用心 不然我们很难理解 虚空是因为有设向显出来 对不对 既然不理设向 而有的东西 我们的一个概念 不理现象 而产生的一个现象 这个叫虚空 不理设向而有 注意听 那这样虚空 怎么可以说到 什么都没有 这样知道意思吗 它是相依相远的关系 不理设法而有虚空 所以虚空跟设法 是不二的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你不能 虚空什么都没有 虚空就在设法的相对中 什么什么都没有 注意听 这个地方很难理解 但是我们用心就能理解 这个还是要强调一点 好 我们讲虚空 我们没有办法发现 好 现在这个东西是物质 设法 有 那这个旁边就现出 虚空相 对不对 那这个设法 我们说有 那虚空是无所有 没有什么都没有 这样对不对 这个虚空是因为设法而显 也就是虚空设法 是不二的 它是相云相云而显的 那这样说虚空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 这个在虚空中 知道意思吗 这个真的要一点用心 所以我们把空当做什么都没有 这个概念 是由于它对十有十五的执着 自信见的执着 如果空有无碍的明白以后 你就不会把空当做什么都没有 然后把它有的当为实有 这样知道意思吗 这两边都能远离 因为两边都是什么 互相一带而有 这样知道意思吗 有是不是虚空才显出来 那这个有是不是实有 因为虚空而显 知道意思吗 虚空是不是有而显 它是相对的存在 所以两边去一边 另一边能不能存在 那这样子 由设法而显的空 能不能说到什么都没有 这样知道吗 这样一再的解释 你们会慢慢明感 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我们如果不通达 告诉你 佛法很多文字你搞不清楚 有是因为无的存在 无是因为有的显现 这样知道意思吗 那有无 你会不会执着都是实有的 不会的话 有会不会当作实有 不会 无会不会当作实有 不会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杂安杰不是谈到吗 众生看到一切法就落为实有 是不是 看到一切法灭了就落为实无 有没有 而圣地子不是这样子 看到缘起的万法就认为 一切法原来都不是断灭 不是什么都没有 好 这些法它又不是永存一定会坏 所以一切法也不是实有 它不会落入实有跟实无 一个是落入实有跟实无 这是众生的知见 而圣者的知见是 不会落入实有实无 这样理解吗 所以注意听 它这里后面很重要的 中论也这样说 空既无相 无相不能理相 理相既非有 这个重点 我们还是从前面再讲清楚一点 时有时无都不许 也不能说虚空是属以知空 是有是无的知责 不论是有还是无 如镜像中毫无此意义 谁心知此虚空呢 这里要让我们明白前面的说 有不是实有 那空也不是实无 要我们体会的就是 实有实无都不许 这个就是结论 如果是这样也不能把它归纳为虚空是属以知空 是有是无的知责 因为有一个知责才有虚空 你不知哪里有虚空存在 这个是违心论的说法 或认识论的说法 这样知道意思吧 那这样就不是相对的存在 这样就变成违心 所以不论是有还是无 如镜像中毫无此意义 谁心知此是虚空 由此可知 无相无爱的虚空是 是依有相有爱的存在法而幻现 这个就是结论 今天我们认为虚空它无相无爱 其实是什么 依有相有爱的这个法才幻现出来 所以论虚空论有无其实是细论 它只是形容 我们在讲法性如虚空 只是在它的什么 非时如幻而已 而不是把虚空当成法性 这是形容 中论也这样说 空即无相 无相不能理相 理相即非有 中论这样讲 空就是在谈无相 但是无相不能理相 理相就不能现出无相 一理相 那个空就是非有 就是落入十五 所以智论也曾说 空有极散 空怎么极散 请问空怎么极散 这里就比喻如一朵墙 破墙围动空向显现 即是空极 我刚刚不是用这个显现吗 好 这是拳头 有没有看到空向没有 如果我现在拳头把它伸开 是不是就空向显出来 所以这个叫空极 这样知道 显现出空的这个条件之下 就叫极其 极就是因缘聚合 若以物堵塞强动 空向不现 即是空散 那空有没有极散 可以 由物而显 这样知道 由色而显 悉空亦存在的有相而幻现 有极有散 所以空是缘起的 不能抽象的想象为 绝对不变的偏债 哇这个地方太重要 你们知道吗 空还是缘起法 空向还是缘起的 意有法而显现的 所以它还是有因缘来集散 才显现出空向 所以空向是缘起的 不能把它想象为 绝对不变的偏债 那又变成空是实体 这样知道意思吗 导师在论这个东西 文系的奥妙 都把你们点出来 连这个都不让你执着 因为这个一执着 空性的实有 空向的实有 都是自信见实勇感的产物 你要知道啊 我们佛法在谈空的 哪一个中门 哪一个中派 不谈不谈空的 几个人知道这个空 里面的维系奥妙 有没有抉择清楚 表面上讲空 其实都在讲实有 只是你分不出来 自信见实一直强烈存在的 所以假必依实 知道意思吗 这个观念就是最重要的依据 今天我告诉各位 你们现在抉择大乘佛法的 不同体系 不同宗派的理论 就是从这里去抉择 知道意思吗 空一复空或假必依实 这两个点你就可以抉择出来 设法曰世俗共许说 与虚空不是隔别的 不是一体的 注意听 这个也很重要 好 我们说设法跟虚空 它是相对的存在 但是注意 设法跟虚空 你又不能把它分开是两个 但是注意 最后面不是一体的 这个也要注意 不一不一在谈什么 我们今天中观在讲 八部的不一不一在谈什么 这个地方太重要了 我现在问各位 不二是不是一 我们很多人把不二当作一 注意听 这个还是自信见 这两个叫恶 对不对 那这个不恶 恶都没有了 有没有一个叫一的东西 注意听 这个观念很重要 我们福尔讲的中观 中道 跟儒家的中庸不一样 儒家的中庸一个是叫过之 一个叫不挤 这样知道意思 我们保持中间这个地方 不要过之也不要不挤 这样叫中庸 这样知道意思 是在两则的中间 恰到好 不会过之也不会不挤 佛法讲的理两边 不是讲这个 中道不是讲中庸 两边 两边都不存在 有没有中间 这样知道意思吧 破二不着一 这个才是真正的中观 要理解 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 告诉我们 设法于虚空 不是隔别的 也不是一体的 要注意 这个才是真正的明白 没有有相而能 不是无相的 也没有无相而能 离开有相的 这个叫缘起 注意听 有相物以 无相虚空 同样是缘起 相依的换在 那这样你两边 会不会执着 明白了 破二也不着一 这样的 两边 离两边是两边 都不执着 这个中论 中观真的太重要了 我们今天如果这个 根本不能理解到清楚 你在人间 要离两边很难的 我们众生 一定在两边里面的 好坏 是非 善恶 对错 合一不合一 知道意思吧 得失 都是在讲这个 哪一天不苦 离两边 物实相 在谈什么 中道 在谈什么 空性 性空 在谈什么 这些都要 以缘起而有立足点 要注意听 今天 佛法的缘起法 你不搞清楚 看你怎么修 怎么修都在 自性见实有感里面 没有一个能破执着的 所以有相爱 有相有爱 无相无爱 相依相成而不理 相爱 相隐相显而不计 不计不理 中观是不依不义 不计不理 这个要谈什么 要慢慢去体会 利用这个因缘 从时间空间的观念 去体会中观在讲什么 在我们不同的认识能力 前 幻现为物相 幻现为虚空 注意 这个虚空 不是空性极灭 这要注意看 这里的虚空 是相对的 知道吗 有相相对的虚空相 跟空性的极灭 是不一样的 而我们今天学法 如果不能体会空性的极灭 没有一个能解脱的 既以虚空为无限的 或不可遮的 不可吸的整体 也还是自信件作祟 未能体会缘起的幻象 这个地方导师就点出来了 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 哪一个能破自信件 又如何去体会缘起的幻象 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谈到这里 我希望各位回去以后 把这个有时空洞的这些内容 用心多体会 多用心整理几次 这个对我们的修学 跟对法的理解 有很大的注意 大家要记得 应付来应付去 去应付自己 我讲这些话 是要你们真正用心的去体会 很重要 你们想将来得法受用 你们非用功不可 应付来应付去 只有耽误自己 然后自以为是 也是耽误自己 要记得 回去要下功夫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